新京报报了一个消息说温州一名只考了9分的人入围到了事业单位的招考面试 说的什么事呢 说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最近公开选调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 有一个考生比试成绩只考了9分 就这9分也成功入围到了面试 9分入围这个消息在微博上传开之后呢 很快引起了网民的猜测 很多人就说这是不是也是个萝卜招聘呢 有人就留言说这种招聘比试只是个过场 关键在于面试这典型的萝卜招聘 还有人分析说是不是工作人员陆入出现了错误呢 昨天这个局就回应了说整个考试都是按照规定流程进行的 比试成绩9分 那这也是考生的一个真实水平 而参加男舞蹈演员考试的人只有三个人 根据选调公告1比3的要求 这三个人全都符合面试的规定 换句话说不用说考了9分就是考了0分 你也照样可以来面试 不过最后按照比试面试的综合成绩 这名考9分的考生啊已经确定出级 而最终录取名单将会在近日向大家公布 这一段时间就会来面试试的综合成绩 这一段时间就会来面试试的综合成绩